大家知不知道MIRROR中哪个成员年纪最小呢? 很多人都可能会想起99年的姜徒 但MIRROR中还有一个童年的成员 没错就是Tiger 幽傲 他是MIRROR成员年纪最小 很多人都会疑问为什么Tiger可以加入MIRROR 因为Tiger一直以来被人的存在感都比较低 但当你深入了解Tiger之后 你会发觉Tiger是隐藏着一份谦卑和才华 是一位非常有心的年轻人 希望你看完这一集后 可以令你对Tiger的印象多了一份喜爱和尊重 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订阅和按赞 我的频道将来都会分享更多有趣和有深度的故事 Tiger 幽傲言 今年22岁 自小培养了很多不同的兴趣 例如拉丁舞 舞术 吉他和钢琴等等 甚至乎他连打Golf都懂 他在第52届体育节 拿了学界哥尔夫球贵军 所以Tiger 真是多才多艺 而且实力都非常强 而不是周身都而无张力 他都曾经拿了很多具质素的奖案 例如2009年全港公开新手 武术感标赛 男子小学组初级男拳的冠军 还有这个胜西中华传统武术 太极拳邀请赛 自选枪术 金奖 2018年第11届超凡杯标准舞及拉丁舞 全澳公开赛 超凡杯拉丁舞冠军 还有很多奖案我还未数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Tiger 除了多元发展之外 都是具有一定的天分和实力 所以很自然地 有才华的人自然会参加一些选战比赛 Tiger 参加了《全民造成》 在最后一天的海选赛中面试成功晋级99强 选择了他的强项拉丁舞作为比赛的项目 简洁有力地以五盏蓝灯的姿态晋身50强 当时Tiger 的拉丁舞表现非常有自信 流畅 就好像在舞台上有一个伸史优雅地跳舞 甚至乎花姐都为Tiger留下一个高度的评价 甚至连黄森美都直接抱着他 不如让他直接登上这个宝座吧 这个时候Tiger 给我的印象 都是乖乖的 很伸诗好优雅 当你以为Tiger只有伸诗一面的时候 他就来了一个大转变 在下一回合用了电吉他 自弹自唱 Right Here Rating 虽然这次没有俘虜全部的评判 但都备受好评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动和静之间的反差 也展示了Tiger自己的可塑性 Tiger 也明白了 要在娱乐圈打拼 不可以只靠拉丁姆 最后Tiger 就是这个三十强子步 大家要知道 当时《全民造星》的Tiger 参赛时只有18岁 但出来的表现不单是十分稳定 而且态度都非常谦卑 平时都很努力 虽然他个人比较蔓延 但Tiger的才华和谦卑的心 都会让他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印象 都希望给他机会 令他成功获邀加入男子组合MIRROR 而MIRROR的组合的确需要 这么谦卑的一位年轻人 另外Tiger也是香港浸会大学 收睹电影学院的高级文贫书 令他成功担任MIRROR第三首单曲 破镜的MV导演 这也是其中一个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那么有才华的人 为什么存在感会这么低呢 或者为何作品会比其他成员少呢 我非常深刻花姐曾经这样评价过Tiger 第一次见Tiger的时候 我觉得他很隐形 但不知道为什么会隐形 会常常病在一边就不出声 表演的时候他又不积极 甚至叫他去C位他都会拒绝 为什么会有一个人这么没野心呢 花姐其实说这一番说话 并不是批评他 而是为Tiger不值 为什么这么有才华的年轻人 要收藏自己呢 我可以为大家拆解Tiger的心理 Tiger其实是一个比较慢热和自卑的人 同时他都很有同理心和善良的一面 从小到大都是靠努力和天分 成功获得很多机会和赏识和奖案等等 他对《全民造星》都一样 而且他的年纪相比其他人都比较小 性格也比较自卑 他会常常觉得自己能力不够 但同时他也会很懂得欣赏别人的长处 会觉得别人很好 所以他会希望别人可以拿到机会多过自己去拿 如果他自己拿到这个机会 他常常觉得 我是不是不值得拿到这个机会呢 这个情况其实都出现了很多次 他不介意自己没有solo或者不站C位 他绝对不是傲慢 而是Tiger真心觉得 可以将这个机会留给更加值得的人 而他这个心态绝对是对其他人的一份尊重 和欣赏别人的努力 而且是非常之了解机会价值的人才会明白 他知道这个机会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他觉得应该留给一个更加值得的人 就好像踢足球那样 假设你是一个年轻人 而且很有能力的前锋 教练其实都很喜欢你 但同一队里面有一些你很尊重 而且都欣赏的前锋 当你比他们年轻 而又觉得自己能力 可能是否我真的好像差点 可能被人踢会更加好 那你就很有可能 就会想将这个机会留给他们 自己之后才再踢 很多人不了解Tiger 可能会觉得Tiger是没有了先这样说 才不去拿这些机会 但你了解到整件事之后 你就会发觉Tiger真的曾经拿过很多机会 但他也是会将这个机会留给自己欣赏的人 同样都是因为谦卑而永远觉得自己未够好 而将这些机会推向其他人身上 至于是对是错 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判决到 但Tiger一定是一个谦卑和善良的年轻人 而且我也很肯定MIRROR的成员里面 他们个个都很喜欢这位小朋友 而且有一件事我觉得非常可贵 就是Tiger会运用自己的能力去贡献社会 在这个帮你应援团的节目里面 我看到Tiger去了做这个狗义工 甚至全心全力帮忙搞这个义卖囚 这个绝对不是一件普通的事 先不要说一个艺人 你要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去做一个狗义工一天 都很困难 他可能会说很忙或者嫌辛苦 我自己也体验过 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的vlog 我也有拍过 何况Tiger还要帮忙去籌备狗的义卖 看到Tiger和狗狗的互动和谈吐 都令到我非常尊重他 而且都看到他是真诚的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艺人 可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像Tiger那样帮助其他人为社会作出贡献 暂时Tiger也是主力在跳舞和表演方面发展 但其实他现在只是22岁 但学花姐说 如果几年之后MIRROR不红 Tiger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Tiger 都不要再为取得机会 而觉得内疚或者自卑 觉得自己不值得拿到这些机会 要努力争取每一个机会 因为你是一个 懂得发挥影响力 去帮忙他人的一个人 所以我绝对支持Tiger 日后可以取得成功 香港我觉得都需要看到 一个这么谦卑的年轻人 可以成为一个榜样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Tiger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订阅 支持我继续分享更多故事 希望看完今集之后 可以令你了解Tiger多一点